他是怎样你知道吗 就是反正就是也是破案了嘛 然后他就是那个凶手就唯唯到来 他到底为什么要杀那个人 他就说 那个人 干嘛啦 干嘛你这个为什么 夫妻纯了解 你是把P小姐说的 要把我们的床上的声音 弄到节目里 这种声音谁要听 不是好不好 这是我健身的声音 我还以为是大便的声音 对那类似哦 就是全身都要用力 真的 好啦你是不是很想要知道我的 诶大家好 我是丽萍 对那今天主要是访问你是主角对不对 对因为好多人都问我 而且他们就是 就是真的是雪片般的私讯 飞来这样子 因为太多女生都有看到我的转变了 所以他们就纷纷私讯我说 诶你到底在哪里上课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们先为今天的就是访问的场景 设立一个就是画面 就是你现在就是在一个舞台上 然后你就拿着一个就是那个举重 然后我们就在下面这样子 然后开始访问你 那我可能就很累也会很喘 没关系 就是一个TED的场合吗 对对对对 好那你要问我什么 直接来吧 现在是QA时间 对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不免除 当然还是你到底是怎么样踏入这个领域 你是说健身吗 你先讲一下你现在的成就好了 你现在可以举多大多大的重量 还好吧 你要讲 反正我 我是去年9月开始接触健身 2019年的9月 对 3号 诶2号吧 嗯 就是开始 然后到现在就是大概一个 一年多 再加上一个多月这样子 对 然后反正我就是从完全不会开始 那就是找教练教我这样子 那现在就是我还是有持续在上课 因为这种东西 如果你姿势跑掉 自己练的话还蛮危险的 对 那你现在可以举多重 嗯 我现在深蹲最重应该60公斤以上 深蹲 现在讲的就是一次最大重量一下的那个重量 嗯 去呃 今年我就是测试大概是60公斤 可是现在我觉得应该可以再往上了 嗯 有进步一点 然后再就是握推 就是躺在躺那个 嗯 那个bench上面 就是把那杠铃往上推的那个 大概就是应该32到35公斤之间吧 嗯 然后硬举 就是呃 有点呃半蹲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是把东西 把杠铃拉起来 从地面上拉起来 对 那个动作 呃 应该可以80公斤左右 嗯 应该以上 对 嗯 嗯 啊这个这样的重量对于女生 那特别是你现在这样子身材的女生来说 教练有说是非常好的吗 也没有到非常好 但是的确我就是现在跟 我现在上团课嘛 然后就是会把程度差不多的人分成一组 因为如果说你就是程度都不太一致的话 你要换钢片就很很不方便这样子 对对对 可是我现在跟一个就是练两三年的一个女生 跟一塌一组这样子 嗯 所以表示说应该还不错吧 对对对 嗯 哇 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那个重量 而是重点是你从以前完全不是这个领域的 对 你自己这样子靠着 呃上课 还有你自己这样勤练 对对对 其实你可以走到现在 嗯 真的是 我们起立为你鼓掌 干嘛 你不要做这个音效了 哈哈哈哈 有必要这样吗 我觉得非常的没什么 对 可是很多人 可是因为 我这么不在意外表 你居然就是 我在意啊 哈哈 我还 我还支持好不好 对对对 没有因为其实我 我觉得是 你要变漂亮 或者是变壮啊 或变得健康什么 其实重点都不是别人的眼光 对 我觉得你那个心理的建设很重要 就是你不是为了别人 不是不是 你是为了自己 对 但是的确一开始还是有一些来自外力的因素 让我有这个想法 这样子 嗯 对其实我觉得 想要变瘦 应该是普遍每个女生都会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嘛 但是你要不要做是另外一回事 杜鞭直美也有想嘛 杜鞭直美它就是比较特别的例子 或者像是那个 嗯 那个粉红猪 他就可能就觉得说 我就是老娘不减肥 这样子 那很好 我真的觉得超棒的 可是我之前有一集有提到说 就是我很受不了那种女生啊 就是嫌自己胖 可是也不去做改变 那样子的心态 对是 我觉得就是你要减肥就好好的去做 然后去找到真正正确的方法 嗯 然后确实的执行 真的是两三个月就绝对是有很明显的成效的 可是就是怕你说 啊我还是很想要多吃很多 然后可是我今天有跑步啦 为什么还是没有变瘦 然后就是因为恶性循环 然后观念不正确 然后反而就是没有成效 就会就是继续自爆自吸下去 那就很可惜 是 对所以找到方法是很重要的 而且你的运动 其实你你现在不是只是做呃 只有单纯健身 其实你也有搭配饮食控制 对对对 那很重要啊 就是饮食是大于一切的 饮食比那个就是运动更重要 对像有些人就是会 好像就是用很多运动 然后来跟自己说 你看我有运动 可是他还是吃很多 然后也是都没有在借淀粉或什么的 那就没有什么成效的时候 他就可能会觉得有点 有点失落吧 对对对 可是我还是得说 如果说运动量真的大到一个程度 比方说他天天跑十公里 嗯 那你真的可以好好的吃 放心的吃 我觉得可以 可是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 天天都这样做嘛 那我觉得就是最根本的 就是从就是根源开始杜绝热量 那真的瘦很快 真的 好那我想要先访问你 就是动机的部分 就是你为什么 你这个是哪一个动机 让你踏上这个领域 就想要变瘦 嗯 那是有谁讲过什么话吗 一直都有很多人 就是陆续跟我讲很多啊 这样子 然后其实老实说 我以前也是那种 我刚刚提到的那种不是 我自己不是很欣赏那一类型的女生 就是我是很胖 没有错啦 可是反正老公也没有很嫌弃我啊 然后觉得我这样还算是可爱类型的吧 这样子就这样催眠自己 可是我心里一直很清楚 当我脱光全身的时候 就是照镜子的时候 其实我不太敢看自己的身体 我知道我是不满意的 我知道我是不够有自信的 可是我总是用那种 啊反正我已经结婚了啊 反正已经死会了嘛 不太需要为自己负责 那种感觉 但是因为就是怀孕也变胖很多 然后虽然说不到真的是 超过那种一般的怀孕增加重量的平均值 就是我大概就是胖10公斤 可是我起10点就蛮重的 所以你是最胖的几公斤 就接近70 就是最后就是在产前最后一次量体重 就是差不多70公斤 然后生完就还是65左右嘛 对 然后但是因为带小孩还是会累啊 然后就自然还是会就是有一些代谢这样子 大概就是慢慢的变成60出头吧 但还是肥啊 因为我就是不到150公分 我应该是148公分 就还是非常的胖 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也是想说 要穿一些比较宽松的衣服 就是以遮丑这样子 嗯 就很多人 还有就是包含你那边的亲戚 我可以讲吧 因为就是没有什么 反正就是亲戚都会很关心啊 对 哎你要怀孕啦 这样子 对 然后就是 而且问过蛮多次的 然后我就是当然会很尴尬 然后也会说啊没有啦 这样子没有要生了什么的 可是就是会很受伤 这种受伤的感觉是不太能够表达出来的 感谢这些亲戚都成为你的动力 对对对 真的 对 然后就是呃 这些 这些让我感到不开心的一些话 我当然都有放在心里面 然后我也是用很多方法想要变瘦嘛 对 可是我一开始用的方法是比较激烈的 就是我也没有 不太知道什么是饮食控制 对 不想说我就做一些比较高强度的间歇运动 然后比方说那种跳很高的啊 你有看过的 有有有 就是看着影片这样的脸 对对对 然后我以前就是曾经有很迷过一套DVD 就是Turbo Fire 不是郑多燕哦 郑多燕就是非常没有效果 同学们千万不要再去跳郑多燕了 你绝对不会变成郑多燕 对完全不会 而且那个非常伤膝盖 Turbo Fire是 就是一个美国人 哦那个黑人的那个 不是黑人他是白人 哦OK 可是他已经五十几岁了 他是非常健美 然后他虽然那一套DVD是英文的 可是他有副英文字幕 然后就是 他就是带着很多学员一起跳 他每个都是非常健美的 然后我知道那个是好的运动 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并没有体认到说 我其实是一个肌肉量非常不足的一个产后妇女 就是跟着跳很高啊 跟着跳很快 跳很久 或是什么之类的 运动伤害 对我运动伤害了两次 然后去复健啊 然后每次一到要复健的时候 就会陷入非常深的低潮 就是我又不能运动了 我又不行了这样子 我是不是都不能变瘦 我这辈子不可能了 对然后就是有两次这样的经验 是 然后就会有点想要放弃自己吧 对 对那后来就是因为一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拿来的一个契机 就是我就看到了一个概念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间歇性断食 就是他们就想说 就是你只要 他就做有一个范畴 叫做168 就是他168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16个小时空腹 8小时内进食 把你那天要吃的东西吃完 就是可能两餐三餐都可以 总之是你当天要摄取的热量 把它摄取完 那其他的16个小时 就是你可以让自己身体自己产生 就是那种帮你代谢脂肪的那个能力 就是让你的那个身体有 有那个分泌荷尔蒙 就是还有再加上你的正常的饮食跟睡眠的话 它会自然变瘦 真的很有效 就是完全没有运动 就是三个月就瘦5公斤 对 可是我有朋友他也有做这个 他就说很像是168断命 其实真的一开始很不习惯 就是我那时候做的就是说 早上就不吃早餐 就从不吃早餐开始嘛 中午12点开始吃 吃到就是吃吃到8点 不是吃到 就是吃完之后 我还以为你会一直吃吃到晚上 没有没有就是就是你可以进食的窗口 就是从12点到晚上8点 这当中就是号称是你吃什么都可以 可是其实你也不能吃太夸张啊 不能就是每天都三重炸鸡不行这样子 就是一个正常比较符合就是一般的份量的一个东西 然后吃完之后你8点之后就再也不要吃了 然后他这个做法好处是说你因为这个空腹的时间会涵盖到你的睡眠时间嘛 所以就是你不会有太饿的感觉 你就直接到隔天 可能会比较难撑就是早上那个时段 就是从来没有没吃过早餐 竟然开始不吃早餐会有一段时间非常不适应 会有一种我这人生就是这种昏厥啊 那种快要不行的感觉 可是撑过两个礼拜之后就好了 就习惯了 反而会很有精神 我现在也是几乎不吃早餐 然后你也变瘦对不对 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吃早餐是很适合我们现在上班族的生活 因为就是早上如果你吃很大量的淀粉或是高油脂的东西 想睡 对就是淀粉晕 真的会会让你很不舒服很想睡觉 然后很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我现在最想睡的时间真的就是下午 就是那个吃完饭 没错我吃完之后好想睡 就跑去睡我觉 没有那我就是我会喝咖啡啦 对就撑过我下午那个时段 对但是还是要看人 就是每个人不一定 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不太能够适应这个方法 你可以就是晚上不要吃 或者是你用别的方式来撑过去 那有些人就是早上就只喝咖啡这样子 那有些人就是肠胃不舒服 那就是不太一样 就是不一定要这样照做 总之就是在这个八小时内 把你要吃的东西吃完 其他16个小时你只能够就是摄取没有热量的东西 就是水盐分 还有那个无糖的咖啡跟茶这样子 但是因为我没有 因为我不是说需要减重的那样子 所以我就也没有说就符合这个 我有时候也是八点后也吃东西 然后有时候就是很过分 就是在你在做这个断食的时候 我就是晚上带了洋芋片回来 对啊就觉得你很过分 真的天怒人怨 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就是当时你问我要不要吃的时候我都不要吃这样子 我还那么过分我还问你要不要吃啊 对啊可是我现在就是偶尔过街我也觉得还好啦 可是我真的已经非常习惯了 然后到现在应该超过一年就是都没有吃早餐的习惯了吧 不过有出去旅行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那个饭店早餐一定要吃的 对啊 真的 那个台南那个怎么能不吃那个肉丸 对啊 放过自己一天不会死 反正就觉得说就是减肥这个事情它是一生都要做的 就是你不要想说这是一个什么减肥法 计划 对就是什么减肥法 什么减肥计划 就是意味着你这个结束之后 你就不会再吃行 那你绝对是等着腹胖 真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要讲说学习跟健身 我一直都觉得有很多的共同点 就是特别讲语言的学习跟健身的学习 有三个很重要的共同点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要有动机 对 动机一定要很明确嘛 就是我的动机就是我想变瘦变漂亮 诶那我们刚才知道你就是后来是65公斤嘛 那你现在的体重 就50左右 对 所以你是有成功的到了 呃就是减了15公斤 可以这么说吧 就当然是循序渐进 而且虽然说数字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但是至少 我觉得你现在的体态看起来是真的是很好 对啊 我算是健康的咯 对对对 而且我还蛮满意我那个手臂的线条 嗯 真的真的还不错 对 真的 好那就是刚刚提到就是一定要有动机 第二个就是 不要把你任何学习或是计划 当做一个任务 不要把说我要去补习 我要去就是学日文 就是学什么语言 那样子当做一个计划 不是我今天一定要去跑几公里 当做一个计划 而是要当做你生活的一部分 对 你每天都要执行 今天不做也没有关系 可是重点是你下次要去做的时候 你还是要敦促自己 你知道让我想到我以前做一个很蠢的事 就是我以前就是在想要学好英文的时候 我曾经有想过要背字变 对啊 笨死了 那时候全部人都在全部人都在阻止你 说你不要做这个蠢 就我这个计划可能有来了两次 所以我们都在A A什么AC多少就放弃了 背单次真的是 对 就是你没有办法用到它的时候 你背它根本就是没有用的 但是我真的觉得我 你这样讲我会让我真的会 希望我可以再重拾英文的学习 然后但是我这一次我就不会用这么笨的方法 我就直接看文章 然后听 听那个新闻 或什么的 就是真的从生活中去学 对就是你要把你的那些生活的 就是你的减肥 或者是一些学习的计划 融入生活当中 那才会真的一辈子跟着你 对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就是我前两集有提到说 就是学习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 就是热情跟压力 它是彼此消长的一个过程阶段 所以就是你可能会 一定会学到一个阶段就是我卡关了 或是剪到一个 就是我真的再剪不下去 我撑不下去的时候 如果说你能够稍微再努力一下撑过去 你就会有一个热情 源源不绝的在涌出来 因为你看到成果嘛 然后再继续努力 然后你可能又会再卡关 然后你就再经过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彼此消长的过程 对 对这就是我觉得语言 学习跟这个健身之间 很重要的一个共同点 有人说就是 日文的学习有三个关卡 你可以用你老师的身份 你觉得学生在哪三个关卡 最容易放弃 当然第一个就是五十英啊 对这是第一个 而且是最重要的关卡 很多人都会背一背 就想说骗的那五十英 就是九十六英 对 就撑过去啊 这个是最基本的嘛 现在有很多人就是 现在有很多的线上课程 或是一些很好的网络上面的方法 就是教我们怎么样背五十英嘛 反正就是不管是什么方法 只要你背得起来都是好方法啦 真的 好那第二个呢 第二就是动词变化 那个也是 十几种的 那个我们在上的时候也是学生一脸就是 干嘛啊你们 真的真的 刚好多复杂 真的就是每次教完一个的时候 大家都是一脸茫然 还是有点气愤的看着我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 换一个角度说 我觉得它是很有逻辑的一种文法 它很棒 它是一种 其实它原本不是 很聪明啊 它以前就是不是这样设计的 就是它以前是更复杂的分法 就是动词变化 怎么分类啊什么的 就是我们现在不都学三类动词嘛 可是以前是五段动词 那是感觉更复杂一点点的 可是为了要方便教学跟学习 就是才把它分成就是比较容易 就是融会贯通的一种方式这样子 但还是累 对 就是不管教或学 就是会觉得 就是颇有压力 不过还是我觉得只要按铺就班的做 还是可以撑过去 第三个阶段我觉得就是 废不完的单字吧 连我自己也是 因为我自己就是 没有在持续学习之后 我一直觉得说 这什么意思啊 还是要查一下这样子 但因为我还是保有那个阅读的能力 所以我就是可以用 就是查日文的网页 还是可以看得懂 所以就还好 可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比较难的 我自己有卡关的感觉的是 主要是 因为我实际上我就是撑过去了嘛 然后五段动词 那些我也撑过去了 然后敬语 敬语我觉得是有点 我也是想放弃 对我自己也是 那但是因为我不是在 想要在日上公日工作 所以我觉得那个 我没有很认真的学还好 主要是用来 就是交朋友啊什么的还好 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难的是 我觉得日文的语速真的很快 语速啊 对因为我之前有跟你说嘛 就是我跟大家说 就是我是一个念课文很慢的人 我就是对于跟上语速这件事情 我一直都是比较翻译量慢的 所以你的问题是听力的养成嘛 对听力跟说 因为我觉得那个说 你要把那些东西全部 就是很快速的音节 就是很快速的发完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 蛮艰难的任务 所以后来我有点放弃口说跟听力的部分 对所以你在考这个日语检定就知的时候 就是完全放弃听力这一颗嘛 直接用其他的阅读跟单子来充那个总分这样 对后来我有考过 可是我后来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好像等于没有学会这个语言 对那是假的分数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听力跟说是很重要的 没有错没有错 对但是我还是在想说 哇那个真的要怎么突破 就是因为那个说的速度 真的我觉得真的是有比中文还要快 其实不是 我们讲中文也是很快 我们的Podcast超快的好不好 对啦对啦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其实还好 对 但是还有那个日本的那种男人 就是那种老男人 哦这倒是对对对 他们的发音就是 对对对 就以前在教日本人说中文的时候 若我的学生是一个伯父さん的话 我真的听不懂诶 真的会有点蛤 若是女生很标准的那种很轻快 我还觉得可以catch到 对然后年轻的男性 他们说话的那个清晰度是明显比较高的 对对对对 可是你刚刚提到那个日文听力 就是有点难培养 其实就是还是要回到我刚刚提到那个第二个共同点 就是你要把它融入你的生活 你有没有每天听 哦对啊对 就是一定要这样做 哎刚刚讲的让我想要想要插一个话题 就是我之前看一个就是一个戏剧 在讲那个就是当时那个以卫战争啦 就是他们统治台湾这样子 然后那些都是客家或中文发音的 华语跟客语为主 然后当然因为有以卫战争所以也有日本兵嘛 就很好笑就是那个日本兵 因为他们都不会讲日文 就是那些都是台湾人演的嘛 然后他们就为了要演出日本人 他们就是怎么但是他们又不会完整的讲 他们就是这样子 他们没有讲 没有讲日文 没有讲他们就是也不会讲 就是他们就只是讲 为什么只是在在学野兽教哦 对没有他们就是学那种日本人 日本军官那种很稀里乎乎发音的那种感觉 就是 好 这边是很紧张的地方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好笑 真的真的 对 然后就是我在想说还有什么很共同的地方 比方说在学习方法上面 你以前学日文是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方法 就是用大家日本语啊 就是按部就班也可以课 你是去补习吗 对不对 呃我有在学校有 在大学上过课 对上过 对 然后又有去补习班 这样子 对 对 事后 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呃 学日文的话有很多种方式 比方说像自学 应该很多人都是从自学开始的 有去补习班上课啊 社区大学啊 或是找一对一的家教 或者是其他的方法这样子 或是线上课程现在很多嘛 那就是其实健身也差不多 就是你可以自学 自己乱练 好 或者是你可以去上团体课 或是你也可以找一对一的健身教练 都是可以的 对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 不管你找到多好的老师 你用怎么样 就是正确的方法来学习 重点还是你要去实践他 对对对 你要天天的去接触他 对 就是我听到就是有一个人的说法 就是说你要把学习语言啊 跟健身很像 我觉得真的很像 就是说他说学习语言并不是 就是说像学习一个简报 比方说你要练习简报能力 你可能两个月狂练 你就会很有很不错的成效 可是呢 如果说你就是学日文 学英文 就是你就是两个月 就是狂练一百个小时 那就是不太健康的 对 可是如果你是可以每天 就是接触他一个小时 持续一百天 那之后你成效会很好 而且是很健康的 对 是很健康 对 对 是很健康的 所以就觉得说 嗯 真的是还蛮重要的 对 嗯 对 好你要问我什么 嗯 你刚才不是说 就是有三个很像 就是学习语言跟健身很像的地方吗 对 你再重复一次好不好 哪三个 第一个就是动机 对 第二个是不要把学习 或是这个计划 当做一个任务来执行 对 而是要当做生活的一部分 第三个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乐趣 好这个你刚才还没讲到 对对对 这个乐趣就是说 你在学习日文的时候 或是在学习其他的东西 像健身啊 我的在健身的乐趣就是 我可以不断的就是突破自己 就是越举越重这样子 对 或是我原本不太能够很稳定的做好这个动作 可是我慢慢的可以变得稳定了 嗯 那学习语言根本不用说了嘛 你就是你可以就是考试成绩变好啦 嗯 你可以在实际上在国外的时候 你可以跟跟国外的就是那个朋友 就是有交流或是沟通 然后即使说的不好 可是你可以跟他沟通了 嗯 那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乐趣的来源 成就感 对有成就感 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就是你要自己去追寻 嗯嗯嗯嗯嗯嗯 其实我觉得学什么东西都是啊 你刚才讲的这三个 我也是觉得钢琴也是 没有错哦 对 那我明天的节目会分享我再学钢琴 还有学即兴的演奏的录 对对对没有错 像我就是前两天有听到一集 就是大人学的那个small talk 他就是有访问一个叫做台瓜夫妻 异国婚姻的创业故事 哦哦哦哦哦哦 对他们有一个就是节目嘛 我就会在把这个节目的连结放在说明栏里面 是是是 他就是在讲说 他们是一个什么怎么样的组合 就是台 台瓜夫妻就是台湾女性跟瓜地马拉的老公 哦哦哦 就是共集的连力 然后在台湾创业 一个芳芳齿的故事 对芳芳齿 就是他们在那个新竹有开了一个叫做云飞语言学习中心 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呃教学的语言就是英文日文 韩文以外的所有语言 比方说西班牙文 哦哦 或是一些什么南欧什么其他的 什么亚洲其他的语言这样子 很有趣吧 就是感觉是少数才会学的这样子 对 但是走出一个比较独特的路线 是 他就有提到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学语言你不要想说 诶什么时候用得到 你要先想你的动机是什么 嗯 你要排除工作职场这种比较方面 这种比较呃必须去学习那种因素啊 如果说你很喜欢某个连续剧 那就是一个很棒的动机啊 对对对 像拉丁美洲剧 可能未必不能是动机嘛 嗯 但很多人都想说我要追韩剧追日剧 可是很多人没有想过说 诶拉丁美洲剧 其实你也可以拿来学 对 就是西班牙文 嗯 对啊 可是一般人可能想说距离好像很远 但是如果说你可以因此学的话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动机来源 对 或者说你如果你风足球 你喜欢西班牙对 对对对 或是你喜欢跳佛罗明歌舞 就想要靠近他们 对 然后你跳了之后觉得 诶我想要知道这个音乐更多 那去学 对 呃 也许不会因为说你学了一两个月 你就会听懂所有的的歌 或者是你都可以了解他们的文化 嗯 可是呢 你会慢慢的有感觉 然后借此去练习 去认识他们的习惯啦 风俗名情啦 他们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个主持人 有一个很不错的回馈 他就说 他觉得语言就是一个文化跟价值观的反射 也是一个探寻的入口 对 就是你可以去观照自己的文化 然后跟对方的文化有什么不一样 对 就像学钢琴啊 我们不一定要学 就是成为一个演奏家 可是他可以成为陪伴自己度过休闲时光的伙伴 嗯 就这样子学一个兴趣的一个心态来学习的话 其实都会有很不错的结果 嗯 像我们都还蛮喜欢一个旅游作家 就是楚世尹 对对对 他就是很非常喜欢学语言 而且是各种语言哦 就是没有分任何 就是他就是兴趣就是学语言 对然后他也在讲说学语言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乐趣的事情 对 对然后但是我想要分享两件事 因为你刚才讲到就是西班牙语嘛 因为我们曾经去西班牙语玩 然后我就是想要就是学 至少学一些简单的一些用语 对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会蛮希望说 我去个地方玩 我不是只是单纯的走马看花 我是真的可以认识当地的文化 所以我是一个这样子的旅行 深度旅行的 所以你的动机很明确哦 对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我就是买书 就是买那个西班牙文的书来来看 然后来就是听 你想要自学 对想自学 然后我就很很辛苦的练了一句 嘿嘿 然后呢反正我就是那个真的蛮难的 就是 我现在都还记得哦 不是我忘了 反正就是我那时候我很认真的在讲 然后他的意思 就是什么初次见面啊 什么什么请多指教类似这样子的 对 然后后来我就是很心心满满的 就是跟当地的那个 那个公车司机 你就到了西班牙 就跟那个 公车司机 你刚好没事跟他讲这个啊 不是就是跟我们游览车司机 因为我们是跟团嘛 嘿 就他就一脸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 学医院真的你 就是光听的那个CD真的没有用 没有错 对你真的还是要跟当地人 然后最好就是跟老师 的确我觉得初学的那个最初阶段 还是要有个人带领会比较好一些 对对对 然后然后另外一个是葡萄牙文 因为我很喜欢 你还 因为我很喜欢Bassanova的曲子 对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发音非常的性感 然后很慵懒 跟我的个性很符合 所以我就觉得我对于 你的东西好奇怪哦 对我很奇怪 其实我很多很奇怪的 就是我喜欢一个地方文化 我会想要去学他的东西 对像那个葡萄牙文嘛 然后我就是也是有买书来 就是来听 然后后来我第一页 第一页他就讲一些那种 就是一些生活最基本的用语的时候 我就快要放弃了 对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譬如说他的每个单字 就是发音就是第一个是 第二个是 不知道差别在哪 对就是 都一样啊 诶真的很不容易耶 葡萄牙文所以他是欧洲的 对他其实是欧洲的 然后后来因为是到巴西 就是他那个殖民的文化嘛 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巴西这个国家 就是音乐啊或者什么的 的文化 所以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学 那至少我就已经会了 很简单的 就是那种 譬如说谢谢啊 obrigado 哦真的 那我也会西班牙文 我就说ola ola对对对 就结束了这样子 对 这我也会 对啊 对 其实哎我觉得 就是你动机要明确嘛 可是如果说你像 你就是 如果说一开始 就是没有一个 很正确的方法的话 反而会让 就是拖垮你的 那个学习动机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 找老师很重要 我们这一直在讲动机 我们就是一定要来分享一个 日文啊 终于要来 我们来来做一个小片头吧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 比较有特色一点 来你来讲一个 我帮你配乐 日文情境小剧场 好 OK 当然大家有听到 好现在开始 OK 你要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我们 就是我一定要讲一个 就是说 先聊一聊就是 那个什么 我们的小孩嘛 就是不是有帮我们排名次吗 就是谁 比较喜欢谁这样子 你先讲一下 那天要说什么 其实我们 我们以前常常会 被家长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你比较喜欢爸爸 比较喜欢妈妈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烦 其实我不会想要 问他这个问题 可是他就是很喜欢自己讲 比如他就会说 我最喜欢第一名是妈妈 第二名是外婆 第三名就是爸爸 然后我就说 我就故意装生气说 哈 你为什么要 就是我只有第三名 这样子 他就说 可是你要想哦 当妈妈和外婆不在的时候 你就是第一名了耶 然后我听到这段话 就想说 完了 我要被灭口了 还有外婆 对 这就是 鼻屎大的杀鸡 就是柯南 对 就是柯南 真的长寿到 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耶 就是都是那些人 都是那些 一定都会有 就是现场都会有杀人犯 米花 米花是 死一半的人了 有了吧 对啊 真的 然后他都没有长大 然后就是一直在破案 这样子 然后反正心走到哪里 都一定会有人死掉 然后一定都会是柯南去破案嘛 对 然后那些动机都很沉沉 对对 然后我就在想说 那我就是从 就是从这个柯南 所以其实我没有在追柯南 我也没有在看什么 就是他的动画 或者是电影这样子 可是我就很好奇说 他们就是被网友们讨论到 就是觉得最夸张的 鼻屎大的杀鸡到底有什么 我就看到一个句话 觉得好好笑 就是鼻屎大的杀鸡 汪洋般的杀意 他就是这样也想杀 这样子 这样也行 对 然后我就查到有一个 就是一天日文的那个文章 就是在讲说 就是反正有一天 也是小兰跟柯南 就是在一个车站 就看到有一个男生 在发那个巡人启事的传单 就是才知道说 他的老婆不见了 就是他们本来约好 结婚纪念日 就是要去吃饭 可是那个老婆都没有出现 这样子 就不见了 然后就只好就发传单 这样子 然后那个柯南就说 那不然的话来我们的这个 毛利小狼的那个侦探事务所 就是可以帮你寻找 这样子 就找到找到 都没有找到 然后就是 后来竟然就发现 就是其实那个 太太的尸体 就已经死了嘛 一定会被杀 这样子 而且眼睛都要张很大 然后嘴巴张很大 那个死相一定要很 都差不多那样 然后那个尸体就是被埋在他们自家的那个 好像是后院吧 我忘记了 这样子就被发现了 然后所有的警方啊 就会直接说 一定是老公杀了 这样子 可是呢 就是聪明的柯南就是发现 哎不是哦 其实是别人 凶手是别人 这是很一般套路啊 一定一开始 其他警方讲的一定是假的 反正就是要把警方 还有那个小五郎 都是弄得像笨蛋一样 只有那个柯南才是真正的高手 这样 对对对 好 那那个杀鸡就是怎么样来 就是其实是那个隔壁的那个 邻居一个太太 就是杀的 杀害了这个太太 嗯 干嘛 是怎样的杀 就是说 就是呃 那个凶手 就是隔壁的太太 就是他很看不惯 这个被杀的太太 就是每天都当石花弄草的 把自己的家里庭院 打理得津津有条的 就这样修剪树枝啊 这样子 把自己的家弄得 好像很高级似的 可是他们家是完全没有在整理的哦 这样子 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树 就这样 长长长长长长 长到隔壁 然后就被那个 被杀的太太就是 诶 甚至有一个这样 树枝这样突过来 把他剪掉 就这样子 然后他就很生气的时候 他就很生气的时候 他每次都这样子 很像高姿态 这样看着我 气死我了 到底是打什么主意啊 这样子 还这样子拿剪刀 随便剪我在家的树枝 哼 这样 诶 你想这个是电影的吗 还是 好像是动画版的 对 然后就是后来播出之后 就是日本文童就是完全的 不明就里 一震塌法 对就是这样也行 真的是彼屎大的杀鸡 对啊 然后他就说 这根本就是 这个杀鸡 根本就跟之前有一个叫做 就是跟那个一架的那个杀鸡是一样的 我想说什么一架 然后他那边 文章里面有提到说 所谓一架 他的原有是另外一画 这样子 就是有另外一个 然后我就找到了有一篇 就是 网友们整理就是 彼此大杀鸡有七个 就是网友觉得实在太杀 七个 其中一个就是说 反正你知道吗 你讲几个好了 就是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的那种杀鸡 有什么 比如说像金田一啊 后来他不是画的有一点就是这样也要杀 这样也想杀 后来我觉得有一点无聊的 就是类似真遗产的啦 就是那种真遗产的就是 譬如说 就那个那个 就是那种很有钱的那种富翁啊 他就是出了一个谜题 然后大家就是来 就是他找了一些 寄出一些邀请 还请他们来解谜嘛 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最后 就是杀人的那个人 就是是他的真正的继承者 但是他却就是可能要被别人就是抢夺那个遗产 他就把其他的人就是也杀掉 让他自己可以继承遗产 对 那还蛮不错的啊 对可是他就是就是金田一说 为什么你要杀 然后他就只是讲了一句话说 如果有个人在跟你抢一个东西 你会怎么做 他是把他们的手都推开啊 对 然后我就觉得 这样子好像是很合理 但是会觉得 好像就为了这个杀 我觉得有点不太动人 可是遗产很大啊 很大笔的话就会想要一个人独吞啊 我刚刚用动人那个字也很奇怪 因为我觉得金田一早期 我就觉得他的杀鸡是很 六角村 嗯 那个也OK 但是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雪叶叉那一话 还有像什么摇篮曲那个 因为那个是 雪叶叉那个是他 因为就是一群人就是对妈妈的死见死不救 哦 对 妈妈受伤就是一个就是失事 飞机失事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而 就是萌生的怨恨 我觉得这个因为亲人之死 而萌生的杀意是很很值得同情的 对所以我觉得那一话我会很同情这个凶手 对 像类似这样的或者是那种 就是 还有一个叫那个叫做什么 就是 呃那个 地狱的摇篮曲 哦 对地狱摇篮曲 那一话也很好 对啊 对反正就是 我觉得那个动机你如果埋得够 那个杀意够深 其实你最后你会有一种 很百感交集 会同情这个凶手 对对对 可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修剪花质 那只会沦为一个笑话 对啊就是一个 一个这样的书枝 这样涂到人家家里 然后被剪掉就生气 对对对对 好 然后就是他们就讲说什么就是 衣架那个就是有点 也是跟那个一样瞎这样子 他是怎样你知道吗 就是反正就是也是破案了嘛 然后他就是那个凶手就唯唯到来 他到底为什么要杀那个人 他就说 那个人 竟然拿衣架丢我 干嘛 干嘛 对然后就这样子很生气的 然后捶泪 就是他竟然拿衣架丢我 所以我要杀了他 这样子 哎他这样教坏人呢 就是会不会有人就是模仿犯 我不知道耶 然后就真的是超级歪的那种犯案动机 真的是汪洋办的杀意这样子 这个文章我会把它贴在说明栏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嗯 我觉得他是没有画到没有梗了这样子 然后有点故意在那边搞笑 有点 有点就是 会让大家想要翻桌 可是我就想说 哎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哦 就是再怎么无聊动机 如果说他真的可以 就是让你有汪洋般的学习动力的话 那不错啊 就是可以直接持续下去哦 哇你这个结合也蛮妙子 真的真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要来跟各位分享一句日文 就是因为就是那个 那个修剪树枝那个 那一话播出之后 那个日本网友就想说 这也太瞎了吧 这个动机也太鸡毛蒜皮了吧 的一句话 这句话的日文是 你还为就是完全没有学过日文的着想 你要分析一下这句话 没有错 我现在就是要分析 动机就是动机 很好想象 因为跟那个动机翻译有点像 然后后面有个助词 然后就不要管他 后面会加一个形容词 那形容词叫做 くだらない くだらない就是 无聊的 没有价值的 鸡毛蒜皮的 那种就是 也有点瞎的感觉 くだらない くだらない 对 然后他就是用在这边 就是感觉说 这个动机有点太薄弱了吧 这样也行的那种感觉 好 すぎる 就是放在这个形容词后方 然后如果是放在 以形容词 对 くだらない 以 它是一种以形容词 形容词有分两种 这是以形容词 去掉以之后加上すぎる 就变成了 くだらなすぎる 对 就是表示有这个 形容词的程度太高 高过了一般的认知的水平 就是有点太超过了 有点瞎 就是瞎的太超过 有点过分的感觉 对 所以就是有点 太无聊了吧 的意思 然后那个 だろう 就是でしょう 的那个意思 就是说 有种推测感 有种觉得说 有什么什么 吧 的感觉 然后整句话就是说 这个动机也太无聊了吧 的意思 这样 好 所以你是 你这样子一直很 你再讲一次 整句话 道きがくだらなすぎるだろう 好 慢一点 道きがくだらなすぎるだろう 好 好 那你有没有很 你是一直很 很就是 很诚恳的看着 我是不是很想要学这一句 对 因为我们叫做 日文情境小剧场 就是有戏剧的成分嘛 这一点是我最敲碗 最期待的一点 对 到底在期待什么啊 对 好 来 那 你 你觉得你想要演吗 你想要演这个角色吗 他竟然 我想要演两个 对 对 我们来 来一点 一个是 就是那个 假如你刚才说的剧情里面 就是那个 那个是先生 先生知道了 凶手的杀机 原来是为了这个 你说那个凶手的杀机 你学那个先生的声音 就是 突凶杀机 突凶杀机 好 不错啊 好 那我来 好 突凶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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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就是舞台剧挂的 你又不要这样吗 那我们能量都要消减了 那我们来另外一个 就是网友 网友看到这一天 网友看到说 也太瞎了吧 我已经有点就是游轮次了 好,那你来讲一句 OK,好啦,这有满足到你的那个表演欲了吗? 有有有,还不错 反正我们就是铺梗铺那么久 铺了三集,终于铺到了这个鼻屎大的杀鸡 所以呢,但是希望大家都有鼻屎大的学习动机 这样才能够就是有汪洋般的学习动力哦 好,加油,一起努力 好,干杯哦,拜拜